大家好,我是Stan Lislaping是2022年5月2日 以Sakura、Chewon、Yunjin、Kajia、Kingaran、Unche 六位成员出道的女团 但是在2022年7月20日 Kingaran退团后 目前已五人体制活动中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Lislaping六位成员的出道经历 Sakura Sakura从小学三年级开始 就在歌舞局学校接受了歌唱培训 还参加过Lion King的公演 然后在2011年 Sakura参加了HKT40A17的争选赛后 正式成为HKT40A创谈成员 开始了日本爱豆活动 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但是在2018年 Sakura以例牺牲身份 参加了Produce40A 当时在公开的主题群 Negoya中担任C位 并最终取得第二名的成绩 以限定女团AiJuan的成员出道 开始了在韩国的爱豆生活 2021年4月28号 在AiJuan两年半活动正式结束后 回到日本回归HKT40A的Sakura 同时宣布将在6月19号毕业 之后来到韩国 与Soci Music签订合约 度过8个月的练习生生活后 Sakura以HIGHB首个女团 Li Serapin成员 开始了第三次的爱豆人生 出道后Sakura曾对媒体说过 Li Serapin将会是她 最后一次的爱豆挑战 Chai Wan Chai Wan从小就对你唱歌非常感兴趣 在2012年也参加过KBS创作儿童歌曲比赛 从小学到中学 一有空就会在家里自己练习跳舞的Chai Wan 直到上了高中后 才开始有了成为爱豆的梦想 之后通过武林娱乐公司的征选赛 成为练习生的Chai Wan 在经历了11个月的练习生生活后 参加了Produce48 最终获得第10名的成绩 以爱豆的成员出道了 在爱豆活动结束后 Chai Wan进入了Sauce Music 最终以Li Serapin的队长再次出道了 Yunjin 在史沃尔江南出生的Yunji 8个月左右的时候 跟父母移民到了美国纽约 而直到高中一年级为止 一直有学声乐的Yunji 在2016年参加了SN娱乐的全球选拔 成为练习生 并与当时是练习生的 Aspel Winter成为了室友 在SN娱乐度过短暂的练习生生活后 重新回到美国的Yunji 2017年 透过在纽约举办的 Predus娱乐全球选校后 成为练习生 2018年参加了Produce48 但最终以第26名的成绩 未能进入Ig1出道组 之后进入Sauce Music的Yunji 因为在月末评价淘汰 被迫离开了公司 经历多次失败的Yunji 回到美国后考上了大学 但是在离开韩国一年6个月后 却接到了让自己离开的 Sauce Music的电话 希望你一定要回来 本来已经放弃Ig1的Yunji 在听完Lisrappin的风格概念后 放弃了已合格的美国大学 最终以Lisrappin的成员 华丽出道了 Kajihah 三岁开始就学习芭蕾舞的Kajihah 从2015年到2019年 每年都在日本有名的芭蕾舞比赛中拿下冠军 并在全球著名的俄罗斯莫斯科巴芭蕾舞学院 与英国皇家芭蕾舞学院接受了短期研修 2018年到2019年 在芬兰 爱尔兰 波兰等地进行了表演 2020年 高中胜的Kajihah 前往荷兰国立芭蕾舞学院留学 而在出国前 偶然看到BlackPink MB后 Kajihah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 之后在荷兰留学期间 Kajihah参加了Source Music的网络征选赛 提交了自己表演的Pantan Dynamite 与芭蕾舞蹈影片 并成功通过了试镜 这期间 一直纠结是否要成为芭蕾舞者的Kajihah 最终决定成为一名爱豆歌手 而平时就对K-POP和音乐感兴趣的父母 在听到女儿的决定后 马上就允许Kajihah去韩国成为练习生 但是当时因为是疫情期间 Kajihah无法马上去韩国 所以就在网上学习了韩文两个月 Source Music的歌唱舞蹈老师 也前往荷兰培训了Kajihah出头曲的 歌唱舞蹈跟Rap 然后Kajihah也是通过视线 第一次与成员们认识了 之后2022年1月来到韩国的Kajihah 在经历4个月的练习生生活后 成功以Lisirapim的成员出道了 Kajihah公开出道预告后 因为神秘感的外貌获得了很高的关注 但同时Kajihah的校园霸凌争议也在不断的扩散 虽然仍按援计划 Kajihah在5月2号以Lisirapim的第二名成员出道 但是Kajihah的霸凌争议越来越扩大 最终在2022年7月2号 Susimuji发布公告 终止了与Kajihah的专属合约 正式宣布他的退团 恩切 恩切从小就是后动的孩子 小学时担任过学生会会长 中学则加入了运动部跟学生会 因为开览后动的新歌 恩切经常参加学校的学术节活动 唱跳K-pop歌曲 而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有了当爱豆的梦想 之后从2019年2月开始 在一家舞蹈学院学习了舞蹈 当时一起上课的同学也有 Kajihah的虚宁巴西 2020年2月 恩切参加了在舞蹈学院举行的争选赛 通过了Platis与JVP娱乐的第一轮试镜 之后在2021年1月 通过Susimuji的最终试镜 成为练习生 而在练习生时期 曾因进度不如理想 一度向父母表示想要放弃 但恩切最终跨越困难 坚持到最后 以Lisirapim的忙 成功出道了 就这样 Lisirapim在2022年5月2号 以出道曲Platis正式出道 MB在YouTube公开24小时 就突破1610万的观看次数 专辑首周销售量高达307,450张 创下当时韩国女团 出道专辑出动销量的第一 并获得了当年2022 MAMA的最佳新人奖等各项新人奖项 成为代表四代的女团之一 希望Lisirapim继续走滑路